这是我第四次来到韩国常住 今年也是我从事半岛外交工作的第36个年头 要说起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使馆正式成立 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那一刻 那是1992年8月27日的早晨 我和同事们郑重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同志管牌 挂在了位于首尔仪泰院的临时管扯的门前 伴着国歌 鲜艳的五金红旗在韩国的土地上远远升起 每每回想起那个场景都会热烈盈眶 中韩终于建交了